哈囉,大家好,It's me,阿洋 哈,這是我,同時也是你各位啊 人稱神火村的烈火,Rice與破曉的主角 各位,你覺得你很強嗎? 解決了神火村的危機,也解決了艾爾卡多數年來的謎團 並且保證了這個區域不會被再次毀滅 但是我覺得應該很多人也是當年的蒼藍星吧 你又覺得蒼藍星跟烈火相比如何呢? 又,那在更之前的那些歷代的主角們呢? 相比之下又如何? 我們神火村的原尼特族主角 被人們嘲笑是金孫的Rice主角 會不會是歷代墜落主角咧? 要比較之前,我們當然就要來看看歷代主角去哪了呗 不過,探討之前,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有分成主線劇情的成就和新增下載任務的成就 例如像是一代主角,其實也有打過黑龍 不過呢,那比較像是隱藏魔物,不算在劇情裡面 四代主角也打過黑龍 蒙夯世界的主角蒼藍星也有討伐黑龍 但是那都比較偏向是額外下載優玩模式 所以後面討論的主角成就 基本上以主線劇通關為主 後續的偏向是額外補充 首先系列一代FIRST-G P1的主角 一開始的時候是一位崇拜可可特村英雄的菜鳥 在可可特村因為打敗了火龍的關係 村長讓主角拔出了英雄之劍 成為了第二個可可特村的英雄 還打敗了稀有的白翼角龍 在蒙夯Potable中,甚至打敗了金鷹火龍 只是最後英雄之劍好像又回到原本的地方 根據蒙夯Koros的對話來看 他的住處已經被出租了 我個人認為 既然他把劍插了回去傳承到了Koros的主角 那他應該是退休了 再來二代的主角是獵人公會派遣來到江坡村的獵人 其實江坡村因為地處偏僻 他已經是被派到這個村子的第十位獵人了 之前的人都受不了,跑了 二代主角算是第一個發現古塔的獵人 此外他也是第一個打倒古龍玉山家的獵人 很扯,他先擊退接近村莊的鋼龍 然後追去沙漠追擊鋼龍 最後追到雪山了結了鋼龍 甚至連炎飛龍都被他在古塔找到 然後討伐了炎飛龍 而似乎是因為對初代主角的崇拜 他來到了可可特村並重新拔出英雄之劍 最後還來到了鄧德爾瑪受到大長老的接見 甚至在鄧德爾瑪擊退霹哩啪啦一堆古龍 那最扯的是,在劇情上 他打倒了傳說中禁忌魔物的黑龍 只不過呢,這消息被公會隱瞞起來就是了 先不管為什麼要隱瞞好了 欸,黑龍欸 那可是傳說中一夜摧毀整個古修雷德王國的禁忌魔物 更別說古修雷德王國還是個科技發達的王國 竟然就被一個獵人給討伐了耶 最後呢,在蒙康克魯斯一樣英雄之劍在炎位嘛 顯然我也是認為他和一代主角一樣退休了 根據二代的劇情來說的話,因為他在江坡村的攻擊 當時就被認為是村長接班人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退休後去江坡村當村長了 再來是P2P2G的主角,一開始是個新手獵人 被公會派來波凱村代替之前村莊的獵人 因為之前的村獵人受傷退休了 只是說呢,一開始P2的主角有點弱 因為一開始被轟龍襲擊,差點甚至就被轟龍取了小命 後來在波凱村修養好之後呢 復仇了之前偷襲他的轟龍 並且在之後達到了霸龍與崩龍 拯救了世界毀滅的危機 因為霸龍與崩龍相遇的那一刻 會造成毀天滅地的大破壞 不過根據大百科介紹 P2主角最大的成就反而是創立了萌喵隊 儘管在之後歷代名稱有些不同 但可以說沒有P2主角就沒有貓貓探險隊 在蒙浩克洛斯的波凱村 他的房子目前也是開放狀態 其中一位村民提到,村子的獵人已經離開了 而且是穿上了白色鎧甲踏上了旅途 由此可知應該是穿上崩龍的鎧甲 應該還是現役獵人的狀態還沒退休 只是我們蒙浩克洛斯來拜訪的時候一直沒遇到他而已 蒙浩山三居的主角 由於墨加拉村被海龍的出現 和頻繁發生神秘的地震一直困擾著 所以被公會派來的獵人 三代的主角其他什麼都不說 光能夠在海底下游泳而且可以撐超久 那個肺活量我看可以橫渡整個西龍羊吧 人家第五旗團還要搭船咧 三代的主角當然是先對上了海龍並且成功狩獵 而且挖掘出背後大地震的原因是因為大海龍 儘管獵人公會會希望整個摩家村千村 但是三代主角並沒有放棄 並且獨自一人跳下海裡擊退了大海龍 拯救了整個摩家村 理論上來說大海龍這類超巨大的魔物 是必須透過大砲啦幾龍槍啦 這種有策略的準備方式才能擊倒的魔物 而三代的主角竟然只是跳下水就擊倒了 各位你就想想現實中喔 單獨一人跳下海幹掉一個藍金很扯 此外還有許多的成就 像是農場的建立讓我們獵人有無限的蜂蜜可用 也參與了擊退接近洛克拉克的風山龍 也是第一位與其面族建立友好關係的獵人 根據任務報告 冰臨滅絕的火之國也是由他打倒了一堆 凶猛魔物化解的危機 此外他還跟二代主角一樣面對過禁忌的魔物 而且還是兩隻 黃黑龍與電黑龍 攻擊非常可怕的一個獵人 根據大字典的解說我們找到畫面的來源 應該還沒退休 因為P3的時候有說去旅行了常常找不到人 所以墨家村有時候會找P3的主角來支援 那P3的主角也是公會派遣去捷雲村的 捷雲村因為雷狼龍的關係伐木產業遭受重創 所以P3主角到了那邊成為了村莊獵人 當然對決了雷狼龍這個封面背過魔物 找出雷狼龍大棲襲的背後原因 藍龍 藍龍我們可以這樣想就是一個超強烈颱風 然後主角幹掉了一個強烈颱風 很扯 這比什麼護國神山還要屌 捷雲村曾經舉舉過盛大的慶典 由此可知P3主角名氣非常大 是廣為人知的拯救捷雲村的獵人 之後的更新 他也征服了傳說中的霸龍跟崩龍 之後的任務和參代主角都有部分重疊 被認為是因為三代主角常常不在 所以P3的主角常常要去幫忙擦屁股 總結來說成就可能沒超過二三代的主角 但是名聲遠過可能是最知名的獵人 在蒙康克羅斯裡面得知他的房子雖然開放給人住 但是那只是因為他去出任務了 所以常常不在家 目前依舊是在職中而且非常的忙 也許我們可能在看不見的地方與他相遇過也不一定喔 再來蒙康克羅斯4G的主角嘛 一開場加入了我們的團 對,他那個獵團就叫做我們的團 但是主角全身上下只有一條內褲 連裝備都沒有 就加入了殺上船被風山龍襲擊的戰鬥 還幫忙撿了團長的帽子 從此之後這就成為一個迷因 他也成為蒙康宇宙歷史上 沒有武器與裝備就跟古龍博多的裸聖獵人 光這份勇氣大概就是歷代最強了吧 不過嚴格來說世代主角不算是獵人 但是他與我們的團的獵人們聯手 同時解決了千刃龍與鋼龍 4G的時候來到了大老院 接受了大長老的禁見成為了傳奇的獵人 其實光查出狂龍陣的來源 並且找到幕後的黑石龍與天灰龍的秘密 就歷史上的成就來說 可以說我們的團成就相當驚人 說他們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雄 一點也不為國 因為那該死的狂龍陣 正式開啟了蒙康宇宙魔物強化濃度的來源 什麼狂龍、狂龍克服、寧萌、魁翼化 都是相同道路的咩? 下載任務上 世代主角七光狩獵古龍樹木也是出奇的多 甚至還狩獵蒙康宇宙裡面最大的魔物 蛇汪龍 說他是傳奇的獵人一點都不誇張 畢竟我們團是世界各地到處跑嘛 只是在蒙康康宇宙中 我們團的成員都會出現 唯獨四代主角不會出現 根據對話來看 似乎住在可可特村 只是根據獵人百科全書4的序言 這是主角的獨白 猜測是這樣 由於四代主角因為狂龍陣不斷感染 又克服的關係 常常超越自己身體的極限 所以快速的衰老 最後平靜的度過了餘生 假如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歷代主角裡面最悲劇的一個 Cross Double Cross的主角是龍陵院的獵人 為了古代連的調查而派出的獵人 Cross主角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一開始就是超精英級別的獵人 能夠加入龍陵院的獵人 都是世界上Top的存在 由於是龍陵院的獵人吧 他的公務車也是非常高級的 是當代最新科技飛空艇的 因此他不像歷代獵人 需要從頭幹起取得村民的信任 而是一開場就有龍陵院派出的獵人高手之稱 達成的成就非常恐怖 一開始是達到了駭龍 後面甚至達到了千年於一的傳說魔物天會龍 這例子我們換個現實角度來想 前面的獵人可能是擋擋颱風或是山崩什麼的 Cross的主角則是擋下了一顆陰池 非常的扯 別忘了我們之前曾經推論過 天會龍的強度是一發就可以毀滅一個城鎮 就算不論天會龍光他面對的魔物就與一般獵人不同 都是可怕的惡名魔物級別 甚至還有聰猛化的可怕魔物 就成就來說應該是蒙夯世界裡面最神經百戰的獵人 面對蒙夯歷史上數量眾多的魔物 只不過Double Close那個最終魔物的隔螂狼太弱了 靠連個隕石都能擋誰還怕那個小螳螂 不過這隔螂狼應該是沒有垃圾主角的成就吧 畢竟大家都認可最終魔物是天會跟熬魔嘛 對吧 蒙夯世界蒙夯兵員的主角號稱蒼蘭星 新大陸古龍調查團第五旗團推薦組之一 蒼蘭星跟Cross的主角一樣是精英中的精英 雖然沒有證據顯示 但我甚至懷疑他就是Cross的主角 不然為什麼會被描述為在各地解決任務 如何在各地解決任務 做龍士傳也很合理吧 而且新大陸的調查團組成都是世界各地的超精英 蒼蘭星是推薦組裡面最受關注的一個 這也很可能吧 畢竟Cross主角的成就也是高的嚇死人 甚至為了等蒼蘭星一個人整艘船推遲出發 欸!整個船團好幾艘大船上百人 就為了等蒼蘭星一人有夠破殼的待遇 也正是這原因船團才會遇到龍山龍 來到新大陸看看蒼蘭星幹了什麼 第三旗團被困在風飄龍的居住地20年 是蒼蘭星救了他們 張氣之谷50年來除了阿姨沒人進去過 結果蒼蘭星砍爆當地的魔物 還發現秘密的四套龍 滅進龍號稱古龍終結者 很明顯幾乎是古龍中最強的存在 結果不但被你擊退好幾次 最後還被你討伐了 調查團裡面戰力最強的劍術大師 頂多就是和冰咒龍過招幾個回合 最後被蒼蘭星給P了做裝備 什麼偉大存在天地黃蹄龍 是生態系上災厄毀滅般的存在 大家看到跑著跑逃著逃 結果只有蒼蘭星一人往前走 有點太帥有點誇張啦 總之整個調查團在新大陸的研究50年了 最後發現古龍杜的真相和結晶化秘密 都是靠蒼蘭星的努力 僅僅一人把新大陸的調查研究往前推50年 蒼蘭星的撞舉是前所未有的 冒險故事實在真要詳細講 可以出一整集來討論 與歷界主角相比甚至可能是系列最高峰的成就 後續遇到那些冥刺龍甚至黑龍那就更不用提了 雖然那邊偏向是後續更新而不是主線 不過其實根據蒙蘭世界的公示書 有稍微降低下蒼蘭星的成就 冥刺龍算是被調查團合力討伐的 黃黑龍跟黑龍是被擊退而已 但無論如何面對的那些古龍與禁忌魔物的數量跟強度 無論成就或討伐的強度 可能還真的是歷代最強的獵人喔 再來蒙昂Rise破曉的主角啊 稱號是獵活又被笑成是金孫 前不說強度先來說爽度 絕對是歷代最爽 被人們叫做是金孫可不是開玩笑的啊 跟所有主角不同 一開始咱們獵活就在家裡睡大覺 在那個農業社會時代 可以睡到日上山竿已經很扯 然後叫醒裡的是姊妹花 姊妹花說想不到獵活好強 都偷偷摸摸的還能發現他們的氣息 靠一開始那隻管家貓不就發現了嗎 喵喵喵 吹噓了獵活一番 就開始說什麼村莊百龍夜行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嗎 村長什麼的一刀兩千 在破曉可以看到姊妹花的能力 欸每個人的技能其實都超扯的好嗎 我真心認為百龍夜行只是唬爛咱們金孫 讓金孫出來活動活動 不然你看那怨虎龍 人家愛逃什麼的一看苗頭不對 那拉翔蟲的反應速度都比你來得快多了 好嘞總之咱們獵活呢 還是討伐那個封面背鍋魔物怨虎龍 但是怨虎龍很可怕嗎 好像還好 因為村裡面的三位大佬 傅賢風燈跟刀蚊 50年前就幹過一次了 也就是說村子其實很安全啊 那來說說最終的百龍淵源雷神龍 其實呢 風雷神龍做了什麼好事嗎 好像引發了百龍夜行 也就這樣了吧 更何況獵活打的雷神龍還是個孕婦呢 真是他媽的慘無人道 但我說咱們獵活的勇者度 是歷代最高可不是開玩笑的 來到破曉 進入艾爾卡多 還分配給你一個正妹騎士 手把手帶你飛 勇者身邊有美女圍繞 很正常的吧 蒙虎世界蒼藍星 還只有個人形恐暴龍 艾薄勒 你不但神火村姐妹花吃不夠 再去艾爾卡多 再吃姐妹花 配一個射手 再配一個可能犯法的公主 媽咧我都不知道艾爾卡多這些人是怎樣 他們絕對是看上獵活的勇者程度 找他來播種的吧 被找來的獵活首先面對的是封面背鍋魔物絕影龍 先不說咱們獵活好歹怎樣也算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獵人了吧 怎麼還會搞成咱們菲歐尼尼受傷呢 我一度懷疑菲歐尼是假受傷 為什麼我這麼說 看看遇到最後幕後黑手的明淵龍 菲歐尼尼整個看不下去咱們獵活的身手 直接翔蟲拉得比誰都高 那頓級打一個兩千次 我覺得搞笑呢你是不是假裝受傷啊 尼龍王國騎士團好像也不需要獵活來出差啊 那咱們獵活金村在最終戰的待遇也不是一般的優渥 仔細回想一下 歷代主角誰不是肉碰弄硬碰硬的對抗最終魔物 咱們獵活有破小號軍艦支援不說 那軍艦現在強盜已經可以科技化狩獵了 那極龍砲碗如彈道飛彈一樣幫你打爆明淵龍 還會從天上射下一堆黑VIMACHINE港來支援你 簡單說吧在這個可怕的神火村 每個村民跟魔物正面交鋒應該都沒問題 百龍夜行可能就當作是飯後運動吧 艾爾卡多王國的騎士團每個人其實也是強的不得了 所以獵活被笑稱是金孫 那是因為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儘管在遊戲性上獵活應該是歷代最強 但看看人家蒼藍星的成就再看看獵活 這差異實在太大了 就算對比歷代來的成就 好像說咱們神火村的獵活是歷代墜落獵人 好像也是會過去吧 好的 那麼歷代主角都看過一遍 你認為哪位主角才是成就最高的獵人呢? 金孫是不是歷代最爽又最弱的獵人呢? 歡迎留言跟我說 再來是感謝會員加入時間 陳帕任 很讓人印象深刻的名字啊 我還有一些當初要回饋粉絲的禮物陸續寄到了 我再找時間辦個活動吧 那麼我是阿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